- 野菜是多少? - 歡迎來到台灣好農的頻道 - 好農常白草野菜是多少? - 等一下問問大家 - 你們知道野菜是什麼嗎? - 它就是路邊隨便長的菜 - 它是不需要吃肥 - 不需要農藥 - 有了隨著大自然生長的蔬菜 - 野菜就是蔬菜 - 給大家5秒鐘的時間選出你心目中的答案 - 還沒訂閱嗎? - 趕快追蹤我們台灣好農的YouTube頻道喔 - 幫我按讚 - 訂閱和分享 - 就可以接收到我們台灣好農的最新消息喔 - OK 野菜和一般蔬菜不一樣的地方 - 它是不需要大規模的商業栽培 - 它也不需要施肥撒農藥 - 是順應著大自然生長的 - 它其實看起來真的很像是路邊的植物啦 - 不過它其實含有著一般蔬菜沒有的微量元素 - 它的營養價值非常的高喔 - 它不但可以吃也可以當作藥肉的植物 - 一般常見的野菜有山酥跟柵毛 - 但其實還有很多種野菜他們的名字都很特別喔 - 那小編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5種野菜 - 分別是山芹菜、八生菜、蕭可菜、白花馬齒餡菜跟鱸葵 - 山芹菜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也吃過 - 台灣的山芹菜的盛產期在秋冬季 - 它跟芹菜非常的像 - 我們的山芹菜會比較細緻一點 - 它的筋和葉呢整個都可以吃喔 - 而且由內到外都會散發著一個特別的香氣 - 很適合拿來炒食煮湯 - 歐美國家會來當作生菜沙拉食用 - 第二種野菜八生菜它長這樣 - 大家可能比較沒有聽過也沒有吃過 - 不過八生菜它常常被用來打成精力湯跟蔬果汁 -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八生菜的葉子 - 滑滑嫩亮的 - 它煮熟後口感也是滑滑嫩嫩的喔 - 簡單用個麻油爆香薑片 - 再一起炒一炒就很好吃了 - 燒可菜以前很常被誤認為是白鳳菜 - 其實它跟白鳳菜是不一樣的喔 - 它的葉片沒有絨毛 - 而且很常被當作是要用植物來食用 - 小編推薦可以做成燒可菜烘蛋 - 只要切小片 - 加入一點南瓜丁啊 - 雞蛋啊 - 或是鹽巴 - 混合攪拌均勻 - 只要煎到焦香 - 之後再放到烤箱烤到金黃色就完成囉 - 第四種呢 - 白花麻齒餡 - 它又稱為天然的抗生素 - 因為它含有大量的Omega3 - 我們一般呢 - 都會吃它的嫩精嫩液的部分 - 炒熟之後呢 - 它會有薄薄的黏液 - 這是正常的 - 吃起來呢 - 會有點像是山藥跟苦瓜的感覺 - 只要快炒啊 - 或是汆燙涼拌麻油蒜末 - 炒肉片啊 - 或是炒蛋都非常的適合喔 - 而且它整桌的麻齒餡 - 也可以拿去水煮來喝 - 那這邊小編推薦的料理呢 - 是涼拌辣豆丁 - 我們只要加筋部尾端硬硬的部分 - 切除之後呢 - 洗乾淨 - 汆燙個5分鐘 - 再把豆腐切丁一起煮 - 最後加入河東醬或是辣椒醬 - 蒜末啊 - 白芝麻 - 依個人的口味 - 攪拌一下就完成囉 - 最後一個 - 洛葵 - 這名字呢 - 聽起來應該也會有點陌生 - 看另外一個名字 - 大家可能比較常聽過 - 也可能有吃過喔 - 其實洛葵 - 它就是皇宮菜 - 目前台灣常看到的洛葵 - 以金的顏色來分 - 可以分為綠色跟紫色兩種 - 那我們主要是吃它的嫩筋的部分跟葉 - 它吃起來口感呢 - 非常像川七 - 只要用麻油炒或是青炒簡單的調味 - 都很適合喔 - 那我們野菜全息就完成囉 - 最旁邊這個是 - 深情菜 - 八生菜 - 蕭可菜 - 白花麻齒線 - 跟皇帝菜洛葵 - 那其實一般啦 - 看到不仍適合野菜 - 你會不知道該怎麼料理它 - 不過其實做法很簡單 - 你只要簡單的清炒啊 - 然後調味一下 - 它就可以很好吃囉 - 那這些集觀賞藥用跟食用的全方位植物野菜 - 都可以當作日常保健來食用喔 - 那如果找不到這些菜的話 - 你們可以上台灣好能的官網來搜尋 - 都可以輕鬆的買到它喔 - 想知道更多的當季料理嗎 - 歡迎訂閱追蹤YouTube頻道 - 按讚臉書粉絲團 - 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- 那我們就下次見 - 掰掰 - 足音錄羅 - Rams - 張 - inherently - 除麻 - 像 - 八 - 鵲 - 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